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還是一個網路系統 是很多部電腦構成的 這個因為我們學工程的時候 會出現這種奇怪的問題 那這個西醫認為的事情是一部電腦 所以所有的系統 上面四肢五歸 跟五上六 全部都是大腦控制的 大腦來使用它 大腦負責維修它 所以免疫系統全部都在大腦裡面 西醫認為是這樣子的 中醫呢 中醫認為不是這樣 因為中醫最重要的是五上六腑 這也是我在讀這個中醫書的時候 非常納悶的 為什麼大腦這麼重要的器官 不在五上六腑裡面呢 因為五上六腑是 心肝皮肺腎 大腸小腸胃膽糖膀胱 再加上三膠跟心胞 三膠心胞是什麼 心胞是心臟外面有一層膜 就是心胞膜 三膠講的是說上中下 上膠中膠下膠 實際上這個三膠 就是胸腹腔 胸腹腔最重要的是什麼 橫隔膜 所以三膠跟心胞是身體的另外兩個膜 一個是心胞膜 一個是橫隔膜 所以每個器官他都會有 就這裡面砍這個三膠 那這個概念 這個圖像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像網路 這server 各種各樣不同的功能的server 總經理啊 副總經理 每一個人的monitor 這上面 把他放到身體上去 為什麼 這就可以說明為什麼 中醫的系統裡面講五上六腑 而五上六腑裡面沒有大腦 在這個概念裡面呢 身體的所有的機能 所有他的機能的維持運作呢 都是靠server系統 就是這五上六腑 然後呢 大腦呢 只是身體的user 他可以指揮 他可以使用身體 但他不負責維修身體 他可以指揮手腳 每個地方 但他沒有辦法指揮 心胞疲分身這個系統 那這個結構下去就比較有意思了 因為這個結構下去呢 因為如果是電腦結構 機房一定有一個 有一組工程人員在維護 他不會是單獨的一個機房 對不對 好 在這個系統呢 在西醫的系統呢 維護就算 就是大腦就可以有應付 所以這樣一個結構呢 就不需要心靈啦 他是完整的系統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系統呢 他就是一個不完整的系統 因為不知道誰來維修這個server 心胎疲分身 五上六腑誰來做 誰來控制他 所以這樣的話就可以發展出 身心靈的系統結構 中文講的是五上六腑 四肢五股 五上六腑是真正的機法 四肢五股呢 他就像網路的user一樣 他是身體user 大腦是最主要的user 他指揮四肢五股 然後他所有的機能 所有的能量 都來自於這個server 然後這裡面就靈 靈魂就代表了一個 他就有個角色 那個機房的維護 還有能量的分配 是靈魂在做 然後 經絡 經絡真正的經絡在哪裡 為什麼我們經絡量不到 現在可以 在科學上可以證實 每一個點 經絡的物質現象 但是那個線是連不起來的 線的中間是沒有連接的 為什麼 我的猜測 這個是我的猜測 猜測 人呢 我們人體跟你的靈魂 就像兩個 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你的指揮這個身體 調控這個五上六腑 是在靈魂這一腑 所以真正的經絡可能在這一腑 這邊呢 這邊是主控端 這邊是被動的接受端 指定接受端 所以靈魂是透過經絡來調控這個 這個 這個五上六腑 那這個也是 在我過去學習的經驗裡面 去有一天 去突然想 也不是突然想 去觀察一個這個特異功能的人 他的行為之後才發現是這樣 所以說 因為我認識一個人 他是 可以看到人的那個五上六腑 可以透視 可是很有趣 他可以看到你的膽裡面 有什麼問題 肝裡面有什麼問題 肝裡面 我印象最深 他看到有一個朋友的肝上面 有七個白點 白色的點 他看的這個五上六腑呢 都有顏色 很遠去 他的顏色呢 是跟這個五行的顏色一樣 他看到的肝呢 是綠色 所以肝不可能吃 肝是紅色 為什麼看到綠色 後來我知道這個人 那個人本身他是精通五行的 這樣我就知道 哦 原來他看到的 並不是真的內臟 他只是 他的靈魂跟那個 跟對方的靈魂在溝通的 那個只是一個 我們在電腦上叫做 Memish Interface 人機界面 也就是說 他的靈魂用 他能夠理解的語言 顯現給他一個圖片 所以他看到這個 肝的上面有白色的點 那是什麼意思 我想了好幾天 想了大概 快一個多月再想清楚 綠色的肝上有白色的點 那白呢 白屬金 是肺 對不對 肺屬金嘛 所以就是說 那肝上面的點是什麼 因為當你生氣的時候 身體的能量打在肝上面的時候 它會長 肝裡面會出血 那個血會流下 如果沒有吐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是血流 他七個點就是 表示有七個血流 後來那個人去 真的去掃描 真的有七個血流 在他看到那個點上 那血流為什麼是白色 表示說 他的靈魂在告訴他說 那個肝是受到 從肺來的能量打上去 因為肺是白色的 那肺屬金 乾屬孟 剛好是相剋的 然後 金呢 金的前面是什麼 土啊 土生金嘛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這個能量 他又從土過來 相剋的話 就是火克金 是心 那這樣就清楚了 一定他是一個發怒情緒的走法 他發怒呢 通常你所有的情緒 從中醫來講 是從心發出來的 他說心 這種怒氣的能量 屬於負能量 他走相剋的途徑 從心發出來之後 從火克金 打到那個肺 那肺本身不能承受 他就把他轉到肝上面去 所以他才會出現 綠色的肝上面 出現白色的點 所以這上面你就去發現 那為什麼他會看到每個身體是這樣 然後 當然這講下去會太多了 這個是我在研究過程裡面 就慢慢去找出來 所以發現說 原來身體 他是存在另外一個系統 比方說他是有一個靈的系統 跟一個肉體的系統 它兩邊是 互相是緊密的控制 緊密的互相影響 那我們講的血氣呢 血是肉體的能量 氣是靈魂的能量 所以我們的靈魂本身 也會有這個 每一個跟五丈六十是一樣 所以中國人講靈魂的時候 叫三魂七魄 三加七是死 五丈加五魂也是死 是互相對應的 然後你有時候會失魂落魄 所以中國人的很多靈魂學士 被燒掉了 他剩下在我們語言裡面 什麼叫失魂落魄 你被殺了 突然被殺 嚇壞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魂魄會 少掉兩個 跑的 嚇壞了 所以下一輩子生下來 可能少一來魂魄 就失魂落魄 有這些現象在 所以這個是 我們從這個系統結構 就可以發展出另外一個解釋的模擬 所以這就說明說 整個醫學 你如果用這樣的結構來看 跟原來的醫學體系的想法 就差非常非常多了 再回來講 我們剛剛講說 要降低成本 要重新去定義疾病 我們現在先講 什麼是疾病 因為我們在管理學上 我以前在年輕的時候 讀過一個很有趣的 在管理上很重要的 什麼叫做 問題分析與決策 在我們這個年齡 大概很多人都讀過 管理學一定要讀 就你在一個幹部 在企業裡面 要解決問題的 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找出什麼是問題 大部分人是還沒找出問題 他已經開始解決問題 結果他解決根本不是問題 他解決方向怎麼可能是錯的 醫學就在這一步上 就出了問題了 什麼是病 我們拿刀傷為例子 因為刀傷是大家的眼睛 可以觀察到的整個過程 刀割傷之後 在康復的過程裡面 他會紅腫 會發癢 會結疤 疤掉下來 再結束掉 在這個過程裡面 真正的病是 那一刀切下去 叫做病 後面的那些紅腫發癢結疤 都不是病 他是康復的必然現象 對不對 所以 可是這三個東西 紅腫發癢結疤 會不會讓你不舒服 會 是不是身體的異常 是 可是他不是病 可是現在呢 大家回來看 你在身體內部的 任何的不舒服 有沒有哪一個不舒服 去醫院的時候 醫生告訴你說 你今天 比方說你的胃痛 醫生說 你今天你的胃 身體正在修胃 所以造成你的胃痛 好像沒有了 我們身體內部的任何疾病 到醫院去 你任何現在所有任何的異常 到醫院 全部都被定義成疾病 是現在的問題 那到底有多少疾病被錯誤的定義 到底有多少身體在康復的過程的現象 被定義成疾病 保守的講大概50% 那如果比較不保守的講 大概95% 那也就是說 大部分身體康復的現象 都被當成了疾病 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 開始我講說 主流醫學等醫療產業 因為把這些異常 全部當成疾病的時候 是會為醫療產業創造最大的利益 那我舉一個蛋白料的例子 大家下次感冒的時候 自己觀察一下 感冒是一個 大家很容易碰到 但是也很容易 觀察身體變化的一個過程 當你感冒的前後 一定會出現當藍藥 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看 回到這個疾病的例子 疾病之後 最後會結疤 疾病會掉下來 也就是身體修復之後 會產生垃圾 那表面上的疤 很簡單 掉地上的蒜 但是身體裡面的垃圾呢 身體的垃圾排泄 除了在消化道裡面的垃圾之外 有機會 消化道的垃圾 有機會從大便排出去之外 以固體的形式排掉之外 身體其他地方 比方說 這裡面長來的東西 長來的脂肪瘤 你的身體要把它排出去的時候 這個脂肪瘤 可能整個瘤排出去 身體一定要把它化成水 化成液態之後 才有可能在體內運輸 最後從汗液 或者小便排出去 那如果這個修復的組織 是身體的一個死亡的組織 它排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蛋白 它從小便裡面 把這些身體修復以後的垃圾 從小便排掉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出現尿蛋白 尿蛋白就是你小便有泡 泡泡 那你一出現尿蛋白到醫院去 一定馬上醫生告訴你 你腎小球發炎 或是腎某一個毛病 所以才出現這個蛋白尿 它就開始讓你吃一堆藥 但是身體每一個地方 不管是胃潰癢 或者是胃寒 或是身體某個地方在排泄熱色 都會產生蛋白尿 因為它是身體 修復以後排出去的地方 但是現在蛋白尿 全部會當成肌變 當成腎臟的肌變 好